SLS AMG Black Series 歡迎回到X-House的頻道 今天有一個壞消息要跟大家說 就是我終於買了一部SLS AMG Black Series 之前跟大家說我會拍一個Drive Review 很遺憾因為最近家裡有些事 加上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拍不到一個好看的Drive Review給大家看 其實稿已經準備好了 真的很遺憾 在我講買這部車的原因之前 我簡單講解一下這部車究竟有什麼特別 首先Benz組一部車的時候 基本上是按著一部SLS AMG GT3去做出來 是很誇張的 全世界限量是150部 右軚大概是25部來的 沒有很公佈那個數字 大概是這個數字 所以右軚比左軚更加罕有 如果你看看Use Market 右軚都是更貴更加誇張的價錢 很遺憾我終於買一部SLS AMG Black Series 除了它 其實我還有另一部Benz一直都很想擁有 就是Benz的G Class 由於車身高度的關係 我一直都沒有機會擁有 好開心 機會來了 Lego Technic系列 剛剛推出了Benz G500的Professional Line 等我組完再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有玩看Lego Technic系列都知道 它們是非常注重細節 今次都不例外 這部Benz的G500 Professional Line 除了轉向、懸掛系統 它還原了最新2025年 Benz G500的直錄引擎 以及三個波段的波箱 而最誇張的 它還有前後兩個插速器 今次這部G500全部門都可以開 在內櫳裡面 你會看到錶板、鈦盆、波棍 而在車外面 還配備越野車專用的頂架 梯、士兵梯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買來自己踩 另一個Lego Technic系列 的1比8密拿倫P1 可以說是系列裡面最極致的存在 今次除了跟真車一樣 可以用撥片去控制波段 它還結合了電子和運能模式 在Lego Technic系列中前所未有 最瘋的是 為了製造這個7速波箱 它們還設計了一個新的變速鼓元件 以及兩個新的齒輪 包括一個呈45度的骨幹齒輪 真的很有誠意 另外Lego還推出了 這一刻為止最快的Ctrl Plus模型車 Porsche GT4 E Performance Race Car 玩家製完之後 還可以用Ctrl Plus這個APP去控制它 大人製完又可以被小朋友當搖控車玩 整件事多親自呢 最後它們還有Speed Champions系列 例如這部SL-63和G-63 每部車都有一隻賽車手Mini Figure 適合家裏有小朋友 又或者喜歡小車仔的觀眾 聽我說了這麼久 對以上任何一款Lego Box Set 有興趣的觀眾 記得快點去選購吧 首先講講車在外形上 和一部普通SLS有什麼分別 它說是偷輕的做了很多事情 首先就是碳蓋 頭奔板是不同的 再加上Carbon5的Apron Canars Front Splitter Front Fanta也是自己獨自 因為它要放一條闊一點的LINK 還有一個闊一點的Track Width 尺寸也不同 這一部分也是獨有的 之後就是去到尾部 就是這隻尾翼 那這隻尾翼 那這隻尾翼 你那時候一定要用Aero Dynamic Package 才有的 是連上前的Canars 所以你會看到一些相片 是Black Series沒有尾翼 是很奇怪的 它有那隻星降尾翼 是有點奇怪的樣子 好像光頭一樣 對 好像被人 對 好像光頭男人 好像光頭男人 那它的尾翼Diffuser 和尾翼Bike 都是它自己獨有的 那其實 這部車我自己改了一點 就是Capristal的喉 其實Benz做喉咀的時候 就算是原廠喉 這個喉咀也是假狗 它不是駁著尾翼Muffler 所以就是裝飾品 不過它所有Black Series都是這樣 C63 Black Series都是這樣 外觀就說了 其實對比起一部普通的SLS AMG 它是輕了差不多70公斤 除了Body Panel之外 那張椅子也是由一張電 Full Electric Seat 換了另一個Bucket Seat 但它不是Carbon Firebird Bucket Seat 就是Bucket Seat 就是Pull Position 還有電池也換了鋰電 又輕了 其實這部車的亮點 絕對不是一個外觀 因為外觀其實坊間也有些人 做一些假狗出來 是Copy到的 是Copy到的 是沒有問題 雖然很肉算 位置也不對 其實這部車最大的亮點 就是這部手機 就是Pull Bucket Seat 好嗎 好像是 我覺得這部車的頭錦 是很有意識感 好像我的禮儀師 很長的頭錦 你覺得很長的頭錦 就是Cyber Fibre Surrounding 這些都是外觀的東西 這部手機 有很多人誤會了C663 跟它同一部手機 雖然大家都是6.2 不過其實這部手機 的Code number是M159 而C663的Code number是M156 這部手機 首先最大的分別 它就變了一部DrySum的手機 這部手機可以放低一點 Code of Gravity 都低一點 而且它裡面所有東西都改變了 Camp Piston Comrod Galang 全部都改變了 令到Friction減少了 從而令到這部車的轉數 是由7,200到8,000轉的 是提高多8,000轉的 為什麼要笑呢 他好像弄很多東西 但是8,800轉 都是突破 對 你有多少車 是弄完副計之後 可以把紅驅再提高一點 雖然你說8,000轉不是特別高 因為你看到現在 平時有些可以去到8,000 9,000轉 但是對於一部Benz 而言 一部Fibre 他們算是比較高的 這部是一二年車 是啊 是啊 沒錯 當我在做Research的時候 我都覺得 嘩 原來是這麼大的分別 你駕駛下去 絕對是覺得 這部車的感覺 都幾輕快 而且上轉數是很輕鬆 同時這個三比是兩個世界 我想你都駕駛過 你都明白我的意思 所以這部車是絕對 絕對 除了一副主機之外 其實它還有其他 機械方面的分別 例如那支Drive shaft 它就變成Carbon Fibre Drive shaft 反應好了 亦都快點上轉數 還有就是AMG Differential Lock 也有一個Revice 還有就是波箱 波箱是比之前轉波的反應快 其實你說對比現代的車 當然是沒有得比 但對比起當年2012年有的車 我覺得它算是很快很快的 即是你不會預期到一部Benz 可以給到這樣的轉波感覺 那有一個Fun Fact 就是我們做了Research之後 發現原來這個波箱的Supplier 是跟400-500的波箱是一模一樣的 基本上是同一個Housing 同一個Mechanical 我不知道Final Drive是否一樣 因為它ClaimSLS 是用一個短一點的Final Drive 你說真的很細緻 我帶不到你 但是 基本上是同一個Supplier Calf解決了Benz最大的問題 就是波箱 對 因為Benz做很多大馬力的車的時候 當時 例如C63和E63 波箱都是很快的 馬力從來不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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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輛車是用DCT波箱 Benz用DCT波箱 我記得是當時的A45 還有它 我開的那一部 A21 對 那一部已經是DCT 你聽聞還是轉波好兩萬 它的軟體保護得很厲害 其實Benz從來不是Hardware的問題 它的軟體保護得很厲害 它不會讓你做一些Stupid shit 它連你有少少少Error 都不讓你去做 所以BPA 最少壞的是Benz 沒錯 你說Benz Audi 其實Benz是最偏 雖然AMG零件貴 不過Benz絕對是最偏 闊解說了 講講這輛車的底彈究竟上有什麼特別 先去頭尾都是行Double Witchbone 之後 因為你看到頭沙板和尾沙板闊了那麼多 其實頭是闊了20mm的track width 尾是闊了24mm的track width 駕駛下去絕對是覺得的 因為其實我都駕駛過普通的SLS 你會覺得是沒有那麼Grip 沒有那麼走軌道的感覺 這輛車是真的好咬的 基本上是駕駛很多 因為其實DAC Series 令這輛車真的可以track ready 而不是經常在那邊推出尾 你會覺得是給你信心 雖然是Tail Happy 雖然是Tail Happy 因為美六以及Fiba以及大馬力 不過起碼你會覺得 你飛了的時候會有信心 你不會覺得蛇都會脫脫脫脫脫脫 不會常常穿track上燈 基本上你駕駛一部普通的C-Losan 或者SLSCMG 你會常常穿track上燈 那其實還有就是 現在它是用Magnetic Files Control的dampers 這條避震我覺得是一般的 雖然它有兩個Mode ride setting去設定 一個Agressive 但其實兩個Mode都很調 不是說那麼舒服 你會覺得可以復一點 但你沒理由搞,因為它是電子避震 你一換,你自己換套不知什麼避震 你就會有聖誕樹 所以真的盡量不要搞 還有就是這套駕駛 它雖然比普通的SLS AMG換了這個 carbon ceramic駕駛 也是很出名的 Benz這隻好像bronze color的駕駛駛 但這個駕駛是絕對不好踩的 因為它那個booster可能太敏感了 基本上你點一下這車的功能 你要駕駛得好的話 你真的要很delegate的駕駛駛駛 不可以很漸進 是真的要勁少勁少的 所以這輛車做Level Braking是難的 你覺得對比起4.5.8的時候呢 我4.5很容易做 4.5.8 4.3.0 和3.6.0都很容易做 這輛車是超難做 這輛車是跟Performante差不多 很難做Level Braking 還有剛才我們可能錯過了 而盧 wob threads 碰到Ineterra timer 加上neprot ladder 彈成了紅黑 當時 healer可愛是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那些可能是黑色黃色線 以前那些是 Addition One 的朋友 有的 不過很少很少 所以黃色絕對是更加罕有的 但你會看到黃色紅色的就很可行 就像麥當勞一樣 我經常覺得黃色是不可以跟紅色共存 因為麥當勞在我心目中是太深刻了 其實這輛車所有的Facts Feature 都超過了 說說為什麼會賣這輛車 其實這輛車買的原因主要是最 Devil 的東西 就是錢 就是錢了 沒錯 萬樂資源 萬樂資源 就是錢了 不要有那麼多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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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初我2016年買一輛車的時候 我大概是400頭萬左右 400頭萬 Within 420 430萬 我現在買到的價錢 不要說多一倍 接近一倍 我覺得是很誇張 現在的時勢沒辦法 是要套現一下 拿去銀行做定期 先去銀行做定期 你一招吧 它不是這樣採線那麼簡單 它已經走過半條線 整輛車都看了一邊 我突然把銀行都迫 幸好沒事 所以我覺得 駕駛那條路是很有風險 特別是駕駛那些車 因為你駕駛那些車 就不知怎麽弄 有些件可能停了鏟 或者有些件是弄不回 或者有些Colin Carbon 件 你一崩 你便要整件換了 很誇張 所以駕駛這部車很大壓力 真的超級大壓力 所以我真的少駕駛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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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上一次不駕駛了換輪胎嗎? 我最上一次駕駛就是在Oscar Pro 換輪胎回來 那你想想是多久之前 還要踩兩顆釘 你現在回來中駕駛 我覺得當時踩兩顆釘就是跟我說 Time to let me go 你不要再擁有我了 你不配 你放我在這裡做甚麼事 你又不駕駛 你不駕駛 不是駕駛駛 我不是駕駛駛駛 這些不是駕駛駛駛 這些是怕了人 剛才說到萬惡資源是錢 其實為何 除了現在有一個很吸引的價錢 使我賣了它 其實還想了其他因素 雖然我可能會燈死自己 你想想 因為現在新的AMG GT Successor 我忘了好像叫AMG GT Coupe 那些什麼物體 不知道 其實都差不多樣子 只不過後面加了兩個位 都會移動3-8 Twin Turbo 即是它還沒有downsize C63 downsize到直4 再加Hybrid 是很失敗的 我可以告訴你 我德國的朋友跟我說 是沒有人買的 人們覺得 不是買同一個價錢 當你寶馬還在做直6 Turbo 的時候 你竟然叫我買直4 不是買自己Honda嗎 OK 所以買的很差 所以他們想著 接下來新一部Coupe的 所謂C羅3 它現在C和E 兩門變了一部車 會用V8 Twin Turbo 因為他們覺得真的搞不定 還有現在歐盟是放寬了 他們排氣的規限 因為始終覺得電車 不是一個ultimate solution 始終在冬天的天氣 很多電車都穿不了 operate不到 還有最大的問題就是 人們平時住在外國 他們要駕駛很長途 電車充電 他們的infrastructure 都未足夠的support 還有最大問題是什麼呢 現在電車的勁勢力太強 因為中國做電車實在太便宜太強 他們覺得如果真的逼合歐洲廠做電車 他們所謂的特別之處就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 這些大牌子的 舊的歐洲名牌 他們是會繼續做一些gas engine 絕對沒有問題 他們不會說這麼快要downsize 起碼做多幾年 所以我覺得這部車暫時在這個value 是去到它的巔峰 你說會不會再上 可能會 因為始終它是最後一部NA 暫時最後一部歐逸門的Benz 我回答不了 不過我覺得在這一刻 在五年來我不覺得會有什麼分別 雖然它的value是高 但是我身邊 你有沒有發現我身邊很多 玩車的人 都對於這部車是 不理會這部車 覺得是不需要這部車的 其實不可以說這部車 所有Black Series都是 是 沒錯 所以就衍生了下一個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部車 你說駕駛是否特別好駕駛 你說它是否好駛的GVRS 我又覺得不是 是怎麼會好特別的 駕駛 非常特別 絕對有它的缺點 因為它的頭部真的很長 所以駕駛上去 你絕對適應 而且駕駛又很敏感 加上這些 還有套秘駛又很麻煩 其實這部車 你說是否特別好駕駛 絕對不是 我駕駛這部車都是為了個Five 為了過程 駕駛樂趣 而不是真的去駛 或者有些激進點的駕駛 這個是 這是另一個原因 這是沒有一部Track ready的Poser 才可以說 是呀 沒錯 所以我說這部車是很classic 但絕對不是一部 ultimate driver's car 我會這樣認同 對 因為它不是一部ultimate driver's car 它有一點是GT Bias了一點 根本是一部GT 因為始終是用GT 去改成一部所謂的Track focus的車 所以始終有它的 一定有它的natural 的一個閉處 其實我都說了為何買這部車的原因 是不捨得的 你擁有了那麼久 有沒有什麼 特別的位置是 你擁有了那麼久 或者你駕駛了那麼多次 才發現到 我不知你有沒有發現到 當它過了一些比較高的駕駛 會有一刻駕駛的聲音 我正想跟你說 車頂的Hinge 你基本上那些斜路 是上那一下 和駛那一下 那一下就會撅到車架 好像鬆骨 不過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你太少駕駛 原來是這樣 原來是這樣 這樣也被你發現到 因為我記得 很久之前 駕駛過停車場 那時停車場 然後是有一個駕駛的 就是那個位置 是啊 它不是刮底 車架好像flash了一下 好像被人拋骨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挺有趣的 還有就是 你經常都碰到頭 我經常都碰到頭 不只一次 不只一次 只一隻手 還有我覺得 這輛車最有趣的東西就是 我覺得這輛車是一個好坐的位置 我記得我有一張照片在這裡坐 我記得幾個人是坐在這裡 是嗎 留念一下 好像是這樣的 留念一下 我那時候穿背心的 好想爆 是不捨得的 這次要擁有東西很久 但是你真的駕得太少 我知道我駕得太少 因為 背沙灣我那時候經常駕駛 我未認識你之前 我住在背沙灣 我基本上 我一向都說紅山大潭 一個月我起碼駕了兩次 紅山大潭的路 根本就不適合 搞不定 JDMOK 只是JDM 你只要玩JDM沒問題 不過你玩這些已經搞不定 可能有早上有本番改 當那個華富村重建完 我可以考慮本番改 有人說如果你 那裏有大工程進行中 那個地方的風水就不好 打裝 是的 等一下 不知道華富村裝修容是否少了 那些人通常說是每10年轉一次地運 他頭19年未20年來的 你知道吧 他尾邦尼是否卡本 我忘記了 不是 不是 跟了很多年 差不多10年 差不多10年 8年了 去英國又回到他的出處 這輛車其實 講一些歷史給大家聽 好像一開始去馬來西亞 之後就去英國 我就賣了去香港 現在又回到英國 今天就是這麼多 觀眾朋友說 你覺得買一部SLS AMG Black Series 是否一個很錯的決定 但這陣子我自己的心情都非常麻煩 因為家人進去醫院 都差不多差不多三個星期 所以看到我今天這段影片 我們都沒什麼活力 希望所有東西都會向好方便發展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就記得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拜拜 看見